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开了很多的餐厅 特别是日式、日本食物和Omakase 每个区肯定有一家座 那么多款日本料理之中 Omakase永远有很多朋友说 我想去哪间新的餐厅 Omakase去试试 真的很热门 很多人都会要求高质、新鲜的东西 今天就来到洪磡区 一家多新的日本Omakase店 今天餐厅就叫我去试试套餐 上次介绍铁板师傅大家都很喜欢 但是我常常会发掘一些划算 那些好东西给大家 所以我今天这一家来到 我看看它的菜单 我就觉得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那它晚餐呢 晚市的这套餐 有1000元左右 今天想和大家试 就是更加划算 就是去五市的Omakase 好像在日本一样 一些贵的餐厅 晚宅来便宜了大缺 那我今天看到它最便宜的 148元 是自选8件的寿司 另外还有10件的 就是178元 那这个价钱其实都挺划算 最重要当然要看它的质素 好不好 今天这家餐厅就叫Susitachi 那这个中文名叫Zino 其实都不难找的 其实在Benz 即是人夫对面而已 这个位置相当容易找的 这个位置 进来这家餐厅 其实它是走一个暗拍系列 我看到的装修很有夹调 都是比较时尚 比较trendy的装修 除此之外 我看到中间的木屋的傢俱 我看到这个挺帥仔 拿上手 很滑很漂亮 今天就坐在这个寿司吧台 这里大概 二四六八十十个位置 这几个位置 就可以看着师傅做的东西 不明白的 有什么食材 想了解多些东西 就可以直接跟师傅对话 不会搞错 知道自己在吃什么 其实下午市 也是可以坐在这些位置 不过你订位 就跟他说 你可以坐在寿司桌 如果不是 就坐在普通的桌子上 因为我今天午餐时间来 其实都全愿闷座 晚上当然有设置 还有它午市套餐 除了刚才我说过 一四八 一七八 还有定食 都是二百多元左右 这个价钱 其实是中价位 不会很贵的 但我今天就试两款东西 跟大家试一下 第一款就是一个 四百八十元的奥马卡西套餐 是一个午市套餐 这个就是比较美一点的 还有我会试一个 就是一七百十款的寿司套餐 跟大家试一下它的东西 还没订阅的观众呢 记得订阅和点赞 开始我们的午市套马卡西套餐 首先第一件世界的刺身五款 说明是奥马卡西套餐 其实它里面的刺身 都有机会是转款的 转一些时令的鱼 我今天这里就有几款 左手边就有个 西门岛的钓鱼 还有鸡白 中间就有个中拖 右边的两款 就是一个水白爪 和一个赤背 要讲究一点 就是由白身鱼开始吃先 接着由淡味开始 好到浓味 我和大家试试 就是这些白身鱼 包括鸡鱼 和鸡白 都是很新鲜 因为它进口 你会感觉 它是有轻微的油脂 在口腔中 但是鱼质 它是很柔软 但有黏性 就是它是很新鲜的鱼 这两只白鱼 都是跟时令 两款白身鱼 都很清爽 我和大家试试 就是贝类 赤背色 红红色 其实我留意到 它的份量不是太大 但是暂时来说 其实都是OK 很新鲜 我看到的东西都很新鲜 对 这个是赤背色 它的颜色都挺帥 挺好的 嗯 很棒 很棒 它很特别 它除了下面爽 之外 它的顶位 它还会有点滑 有爽又滑 它的口感是很特别的 最后当然要这一只 它是中拖 留意是中拖 不是大拖 白色中间的油脂 它不是很厉害 但你看到它的颜色 鱼的鱼油 表面光泽 都是对版的 好 接着是一份蝦鱼鲍鱼 配包干醬 听到刚才师傅跟我说 这个包干醬 真的来之不易 它是不断地磨的 一定要够滑 你吃才会舒服 而且鲍鱼的切角很特别 很帥 是一个角切 它务求令你咬入口 有鲍鱼的蛋 和那种质感 它的碟很漂亮 它本身是类似鲍鱼的器皿 因为有时吃鲍鱼鱼 都要整理得漂亮 所有东西的设定 你才能感觉到那种高级的料理 有一粒小饭 一个赤醋和鲍鱼一起吃 包干醬 它是会比较偏浓的味道 配上一点的饭 你可以连在一起吃 醬是紧紧地包住鲍鱼 紧紧地包得很实 醬磨得太滑 反而它上不了鲍鱼 包干醬 好像芝麻糊 很细滑 它的味道反而没有那么冲击 但我反而很尊赏它 它的质地真的很滑 八件的寿司 第一款就是这款石缓背 这款石缓背 就是活的石缓背 上面放了一点点酱油 用那个赤醋寿司饭 这款石缓背 虽然它不是很厚的 但我看到它的入口的质地 是挺滑的 很滑的 很滑很爽的 第二件就是这款北忌背 它表面 师傅用了一个窗 有点辣过这款北忌背 三件是北海道海鸡 北海道平川海膽 嘗嘗 海膽的質素有保證 平川是北海道的味道 都是比較高級的海膽 海膽的味道很新鮮 很難入口、電油味 這些就沒有了 剛才師傅在這裡做 紫菜還是爽脆的 金木鵰 金木鵰 我們有一個湯箱 皮也可以吃 上面可以沾一點鹽鹽和柚子皮 令它的口感和味道更新鮮 好,謝謝 其中一款最喜歡的魚 就是這個金木鵰 魚肉的顏色有一點粉嫩 很棒 底部用了赤醋粉 其實這隻米的味道 酸度不是很高 不是很突出那款 不過我挺欣賞過師傅 包包的時候 騙了壽司的力度 挺好的 米飯可以黏著一團 但不會很硬 和很緊 入口還有很舒服軟的感覺 剛才那幾樣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現在的金木鵰 因為它 魚油是很舒服的 而且魚很滑 質感很好 再加上 師傅本身的飯包得 柔軟的程度剛剛好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是小味 然後這一款就是Bully 本身是獅魚 其實獅魚是野生的油甘魚 一般現在很多油甘魚都是自養 而且又要看時節 所以它的肉質是特別美的 師傅就在上面 就放了一些柚子和醬油 所以大家吃的時候 就可以不需要點任我豉油 已經可以吃了 超級粗粗粗粗的 彌肉 因為我這個蝦糕的味道比較濃 所以就安排在壽司的後部位置 而且如果是蝦糕 還有幾款蝦糕的蝦糕 它上去營餓 它的味道比較濃 我剛才問師傅為什麼八款壽司 這麼久還沒有蝦的出現 一款蝦放這麼厚是有原因的 蝦肉起了肉之後 可以用一個昆布去積了它 而且表面有蝦膏 蝦膏 還有師傅跟我說 它有三款不同的蝦膏 堆砌一整天 所以整舊味道比較濃郁 所以放在八款壽司 較後的時間 很大塊 蝦膏 而且它的質感很厚 像蟹膏一樣 它真的像鹹蛋鵝的質感 一粒粒的味道 超級濃郁 這塊很厲害 我可以說這塊蠻特別 下面的昆布漬 這個蝦膏很彈很滑 但上面那塊 對味道的衝擊都很厲害 但整塊很飽滿 吃到這塊真的有點飽 這塊是黑木魚 黑木魚 也是較後時間 尾以來的 這塊是第七件 黑木魚本身的油脂 都是很高的 師傅也將它做了少許火 令到油份更加適當出來 這塊蝦膏很重 嘗試一下 這塊蝦膏很厲害 而且它的質感比較滑 比較軟 跟剛才那塊蝦的蝦膏 剛才這麼厲害 再吃一件比較溫和 讓你舒服一下 而且魚油香 這個也是很高的 羅師傅做了一件很特別的食物 這塊是拖羅魚頭的位置 表面的油脂的程度非常高 本身也切得很厚 放了上面有很多的調味 類似是植物的調味 還有一些芝麻 你看到它反光 真的很厲害 魚油已經是爆出來的 這塊魚的油份 真的可以比味 即是拖羅的油脂這麼高 但它的魚味更加濃 我反而挺喜歡吃這塊 而且咬進口 那個密度好像是高一點 你吃進口再有質感一點 我覺得這塊非常之不錯 好 謝謝 先用這個肉來做一個總結 這裡面都是吞拿魚肉卷 簡單一點說 當然裡面也有其他植物在裡面 去提升它的口感 即是不會太膩 最後吃完壽司之後 還有茶碗漬 還有這個湯 就是這樣 很漂亮 它的器皿也挺漂亮的 我看到很香的蛋味 這個茶碗漬 麵士湯裡面有些豆腐 而且也挺濃的 這個是很夠熱的 剛剛拿出來的這個也是蒸蛋 麵士湯 這個麵士湯 應該是紅麵士來的 應該是 有這個壽司 怎麼少得呢 就是這個Sake 還有住場的日式Sake 的士酒師 都是比較少有 而且它所有 用來Sake的東西 都是用一個石的器皿 這些東西其實是 比較貴價的 一般就很少用的 這產品 裡面買都要300-500元 只是一隻杯 而且它的作用就是 有些淨化清酒的作用 無時定食圖餐 它這一個$170多元 就以十換的 受惡壽司 都是剛才師傅現場在這裡做的 那隻的梵立杯 梵立杯 這個甜蝦 梵子 太高蟹肉 魚子 後面就還有一個 鰻魚 左口魚 三文魚竅 池魚 最後這件就是赤身的吞拿魚 不知道大家會喜歡試哪一款呢 我喜歡試三文魚腩 比較肥美一點 所以我特別喜歡 魚油也是很澎湃的 一個炸燒的梵立貝 火箱辣了一點點 梵立貝其實是厚的 這粒挺厚的 火箱辣了一點點 我不是點很多醬油 不是說很多 因為它本身有很多刺身的壽司 都有一點調味在上面 例如它加了一些醬油 加了一些柚子 令到魚的味道更加提鮮 所以我不是點很多醬油 沒有加很多芥末 師傅在包製壽司時 它只是加輕微的芥末 這些大部份的質素 非常正常 而且是不錯的 餐廳比較小店美式經營 身後面大概十多二十個位置 自己發覺有幾樣東西 大家來都可以特別留意一下 比較著重細緻多一點 譬如它會加了很多柚子 有些鹽 有些檸檬 我可以輕微調出本身的食材 或者是壽司的味道 是成功將味道 特別是魚的鮮味 拉出來的 它的食材 其實它都是用一些時令的食材 一般做Omakase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在這個時間 譬如我是吃Bully 我是吃C魚 我們就放回套餐的食材 我480元的性格是不錯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都可以過來試試 因為據我所知 現在它正在做一個優惠 就是滿1000元就即減300元 它是無限次使用的 即是如果你吃2000元就即減600元 而且它這個優惠是全單計的 這樣東西那些都可以計算在裡面 譬如兩個人來就可能吃個餐 其實都已經可以即減300元 大致上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也喜歡我今天那一條影片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和按LIKE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 參加cript by 馬鈴鐺 還有連結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 支持 –聯誕 至今 詞